赛紫长事 Bowser relate to the corresponding double power 安政 lose 高运给高运 ana hvor 安政 我们今天 ad 开始看一下 这个IMAGE CHARGE 是属于 一个 ah 球 然后球外的一个CHARGE 就带给它的一个情况 那 这个 在平面图上面 你看不出来 跟我们之前 我们看不出来 跟你们之前 学的有什么不一样 那基本上面 这是一个 剖面图 所以 我们说这个球的半径是A 然后呢 外面的这一点 P点上面的charge是Q 然后 它们之间的距离 我一样的用D来表示 那 不同的地方是 之前我们这是一个圆柱 现在呢不是 这是一个半径为A的球 OK 那首先呢 我们认它是接地的情况 那如果是接地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说 实际上 在 R等于 这个A上面的话呢 这个A上面的话呢 它的这个 我应该 写的更 好吧 写一个M点好了 等一下我们 M点呢 是 我也在球 这个球面上 这样子可能会 会这个 知道一下 就是VM 在球面上的这个M点 那 其实这个R等于A 就不需要写了 就直接写箱子好了 VM 那它是等于0 因为它是接地的 那 我们 希望求的也是说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这是一个导体 哦 这是一个导体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整个 问题呢 这个Q呢 会使得它产生感应电荷 那这个感应电荷的分布 我们怎么样来试 这个感应电荷的分布 然后以后我们要求 外面的一点的potential 或者电场要怎么求 那首先 依照我们过去的经验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 你就是直接会说 你的image charge 它所在的位置 OK Qi 然后呢 它这一个Qi距离 surface 距离center的部分 我用di来表示 那d的话呢 是从这一点开始到 这一点 好 所以center到这个Q的距离 所以我的Qi的部分 OK 那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 那我说 我现在Vm是等于0 所以Vm的 这个potential呢 实际上 是非常单纯的 因为这两个charge所产生的 第一个charge 是Qi 第二个charge是Q 那我们知道说 它是在Vm上面 那我就可以知道 基本上面 在这个m点上 那这个是Ri 这个是R 所以我们看到 R分之Q 再加上 Ri分之Qi 那我要令它等于0 没问题 好 那我们 Vm已经知道是这样子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这样的结果就是 你要等负的Ri分之Qi 那R比Ri就等负的Q 比Qi 这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才对 好 那这个笔值 是等于怎样的笔值呢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说 这两个三角形 跟这个大的三角形 是相似三角形 那我如果把这一点当成是Pi 的点 那这一点是P点的话 换句话 是三角形的 O N Pi 它是跟三角形 O P 然后N 它是相似的 那如果它是相似 你自然而然可以把它的这个斜边的部分 R比R比Ri跟D比A 然后是等于 这个最短边的部分 这个最短边的部分就是A比Di OK 所以从这个关系式里面 你马上非常清楚的知道Q比Qi就应该是等于D分子A 换句话说Qi的值是负的D分子AQ 这是第一个结果 那第二个结果 那第二个结果你也知道Di就等于D分子A平方 这是第二个结果 所以从这两个结果你就马上很清楚的知道 原来在这里的Charge 它的Image Charge是等于D分子负的AQ这个结果 那它位在哪里呢 位在这个距离CenterD分子A平方的位置 那这个结果出来以后的话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决定说 到底我在因为我的Charge的分布 OK 那这个分布是怎么分布的 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说 我们来决定一下 我先决定一下 我们看在这球面上面 它的charge distribution是怎样子 那你要求charge distribution的话 你一定要用boundary condition 因为这两个boundary 1 2 那你知道 normal的方向 n2 dot dy 减 d2 这个呢就是你的surface charge的density OK 这是你的boundary condition 那d1跟d2的话 不管是d1过d2的话 你现在 你都要去算它的这个电场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说 这个电场是多少 电场最简单的方式 你现在电场是从负的gradient v 求出来 那半句话说 我现在这个问题啊 变成简化成什么了 这原点是o 然后呢 我有一个charge呢 摆在这里 这是q 那这两个之间的距离是d 另外一个image charge qi 那摆在这个的位置呢 是di 那我要去算 某一点的电位 那这个电位呢 我说这是大r好了 因为我们的小r 已经放在这里用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从连点到你要计算的这一点 你有兴趣的这一点的这个potential呢 那它的值呢 以大r那这是c他角 来表示它 那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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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他 它的值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4π 1分之1 r分之q 再加上 ri分之qi 这个点 不是一定位在球面上 它r是大于a 就是球外的一点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系统变成两个 那你把qy跟ri带进去 跟r带进去 r的部分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r平方加d平方减2rd r的cosc 就开2分之1次方 那ri呢 ri呢 是等于r平方加dI dI是等于多少 dI是d分之a平方 减掉两倍的r d分之a平方cosc 2分之1 ok 那qi的值是等于负的d分之aq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知道你的potential rc他这个就变成4π1分之1 r平方加d平方减2rdcosc 的2分之1次方的q 再减掉 d分之aq 把负号提到外面来 我直接把它放上去好了 然后r平方加a分之 d分之a平方的平方减2倍的r d分之a平方的cosc 这是你的potential 你就得到了 你的变数是r跟c 因为你是在球坐标上面 好 那你已经知道你potential以后 你的电场 r1 1那是负的gradientv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就变成是负的r normv normr 再减掉 c r分之1的 normv 然后c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电场的r component的部分是负的 那你就对r回分 这两项都对r回分 我们可以看到你把它对r回分 这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把q放到前面来了 然后这是r平方加d-2rdcosc的2分之三十方 然后负2分之1 2r-2dcosc的2分之1 a平方的2r-2rdcosc的2分之3次方 负2分之2的2r-2d-2cosc的2分之2 二二消掉 前面有一个负号 所以这个前面的负号跟里面的负号 就可以把它变成正号 换句话说这个结果就非常清楚 分之Q 二分之三次方 然后R减Dcos 然后再加上 R平方加上D分之A平方 减两倍的R D分之A平方 Cosin Cた 二分之三次 R减D分之A平方 Cosin C 这是R Component 那CたComponent一样的 你对Cた微分 负的R分之一 Long VLong Cた 那这个微分出来的话 你们自己算一下 我把这个结果 负Q的Sin Cた R平方加D平方 减二R DcosCた 二分之三次方 减掉 D平方A平方 R平方加D分之A平方 减二R D分之A平方 Cosin Cた 二分之三次方 OK 好 这是Cた方向 那 内部呢 这是R大一 A的部分 电场其实是等定的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你的Sigma 我很快就可以算出来 用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Boundary Condition带进来 Sigma 2如果是在里面 那就是R Component 那 这个是等于0 这一下放进来 所以你现在变成是 1小0的 1R 然后 R要等于A 就是你的Surface Charge OK 所以我们看到 你就把你的 所算出来的结果放进来 只是R Component 对它有作用 而且 R的大小 要是在Surface Charge上面的 所以 E1的部分 是等于R等于A 带进来 所以这个结果算出来的话 是4πQ 你把它整理一下 A平方减 D平方 A D平方加 A平方减 2A D Posin C 它的2分之消息 答案非常的干净利落 那 这个Sigma 这Surface Charge 它是小于0的 为什么 因为D 大于A 所以它小于0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的Surface Charge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Surface Charge 我如果把它进一步的 写一下好了 变得比较容易看 D平方减 A平方 然后A D平方加 A平方减 两倍的 D A Cosin C 你把这个Surface Charge看一下 C它讲 等于0度的时候 它是等于多少 1对不对 这等于1的话 这一项是 值是最小值 对不对 这个值是最小值 因为你这是等于1 Cosin C 是借于-1到正于之间 当它等于1的时候 分母是最小值 换句话说 这个值 它是 Maxima 有没有问题 然后Cita慢慢慢慢增加 这是Cita角 这是Cita角 所以这个是Cita角 OK 所以你看到了 你的Induced Charge 虽然是 我们可以看到 你这个Induced Charge Qi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Surface是什么 在这个Surface Charge 在这里是 密度是最大的 Cita等于0的时候 然后慢慢慢慢 当 Cita等于 这个 90度的时候 4,的绝对值 这个是90度 这是0 OK 所以你就变成 4π Q D平方 减A平方 D平方 加A平方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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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 OK OK Cita呢 是等于180度的时候 Sigma 它的值是Sigma Minima 它是等于 4π A分之Q D 这是-1 所以D 所以D D加A 到2分之3次方 D平方 减A平方 那Maxima 你也可以算出来 这是 4π A分之Q D平方 D D 减A 平 2分之3次方 分之1 D平方 减A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这个Surface Charge 是什么 从这里是最大值 慢慢慢慢 到这边是最小值 那 我们也可以把 既然你已经知道 你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 我只要把 所有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把它积起来 那 这个就是 我在这上面 所感应的Charge 理论上 这个Charge 就要等于Qi 对不对 应该嘛 所以 你可以试试看 我说我们把 这个Charge 4π A分之Q 负Q D平方 减A平方 这个都是常数 D平方减A 加A平方减2D Cosin Theta 2分之三次方 Ds的积分 在Surface上面 就是A平方 Sin Theta B Theta D块 那你把它积起来 这个结果 Qi呢 就是负的 就是负的 B分之AQ OK 你这是可以把它 加起来的 好 留给你们 把它算一下好了 所以 从这个例子里面 你很清楚的看到了 你的Image Charge 你这个球啊 上面的整个结果 就可以用一个 Image Charge来代表 那这个Image Charge的大小 是负的 低分之AQ 那它的 这个位置 就是低分之A平方的位置 那有没有了解 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吧 好 这个是 记住一件事是 我们这个地方 把它接地 在Surface上面的 Potential 是等于0的情况的 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好 刚刚你们都没问题 那我现在 一样的是这个球 唯一不同的是在哪里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我不把这个球接地了 而是我练这个球呢 是一个练中性的 换句话说 它没有果然哦 那我说 这上面的Charge 是等于 这上面的Charge是等于 而且 它是Conduct OK 那 同样的情况 我要问的是 它的Image Charge 在哪里 你现在 如果现在这个是 这个是 光的时候 我看到的Image Charge 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有一个Qi 那Qi是负的 D分是AQ OK 那我让它上面的 Potential是等于0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位置呢 是Di 那Potential等于0 跟Potential是Constant 是什么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Potential是一个 对应的 相对某一个东西来探讨的 好 那现在呢 你也知道 这上面的Charge 如果只是这样而已 上面的Charge Q Q 在这个时候 只有Qi的情况之下 那Q呢 induce出来的 在 我应该怎么写 小写好了 在这个 R等于A的情况之下 是负的 低分之AQ 这是我们刚刚也讲过 你把所有的Surface Charge 积分起来 就是负的 低分之AQ 那 我们现在唯一的不同是什么 我现在Q要等于0 所以 你应该有 正的低分之AQ 还在什么 这个球上 而且要 摆在球上面 同时要让这个球呢 的Potential是什么 是 等电位 那你觉得 它应该摆在哪里 是最恰当的 这部份的电货 这部份的电货 如果我把我的Potential 我的Q 不QI的Charge 放在这里 它是让这个上面是一个等电位的 对不对 所以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上面是等电位的 导体要等电位的这个条件 而且 而且这个呢 这个Charge 它就要均匀分布的在这个上面 这部份的Charge 所以你就要达到你的目的 Q等于0 at surface 换句话说 这个问题变成是什么 第一个 你在R等于0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 货QI 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QI QI的位置呢 是在DI的位置上面 OK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而言的话 你有两个ImageCharge 如果 就像它一样 我要去求 这个 R大一A 某一点的 Surface at the Potential的话 那你现在要有几个 几个点 第一个点 Q 第一个点是QI 负的QI 第二个点呢 是正的QI 然后第三个点 是Q 而QI呢 是第一分之AQ OK 然后负QI是 第一分之AQ 所以你要算它的时候 就变成 不管在哪个位置上面 OK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你的Potential R R Cita 4Pi 1 0分之1 R分之 Fu QI 再加上 RI分之 QI 再加上 R分之 Q 或 R 5A 的 理解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你刚刚导懂了 这个就没问题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